明年竞选加州财务长的现任加州主记长江俊辉 出席由洛杉矶华人在蒙市京都凯旋中餐馆替他举行的募款餐会 即将参选加州财务长的江俊辉指出 他对主记长任内的政绩很有自信 但如果未来出现强而有力的竞争对手 江俊辉估计需要双倍的竞选经费 因此未来将会继续举行筹款晚会 我们在军中几十多分钟花点 在军中几分期二统成为了 会继续要很努力的年轻 我们开始了,我们要会提升很多钱 我们要向我们开始运动 我们将来强谈合成和毛泽病 在这里的过往三十年 而往这个州货席思考 我们非常努力爬 穆栏揚情和故障 我们贻在很多地上的经济经济时 最近我们曾经患用的瘦税 被超齐富中国人的资格 當晚籌款參會出席人士包括了阿罕布拉市市長沈石康 羅斯敏西提市長勞朱嘉儀以及近60位社區人士 主辦單位希望能夠籌款到3萬元 我覺得江青輝他年輕能幹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在過去的表現 都讓我們再次的肯定他做事的能力 而且我們支持他是希望他能夠更上一層樓 希望他在未來為我們華裔更能夠出來服務 也讓我們亞裔的人被肯定 因為江青輝他在我們做Stress Control的時候 表現得非常有意義 而且是我們華裔很優秀的一個官員 那在他要更上一層樓的同時 我們幾個好朋友們就都要做一個很溫馨的 Farition Party希望他有借這些經費 我們社區好朋友的支持之下能夠更上一層樓 說到任其無法競選連任主記長的江俊輝 是加州職位最高的華裔民選官員 他表示主記長主要的工作是為納稅人看緊州政府的荷包 並對地方政府查賬 避免地方政府濫用公權或是浪費公堂 加州財政長的工作則是從節流轉向開園 替州政府爭取新的財源 中網電視採訪報導 一半就被申報了 澳大利 失敗